据报道,日前,英国媒体爆料,正通过卫星照片发现马航三七零失踪客机在东南亚小国柬埔寨的热带雨林中现身,并公布了卫星照片,从照片上能够发现一架民航客机出现在雨林深处。 英国航空专家据此认为,2014年失踪的马航三七零飞机并没有在印度洋海越坠毁,而是一直静静的躺在柬埔寨的热带雨林里。 发现这一秘密的英国专家甚至表示,将帅领一支搜索队前往东南亚进行搜索,亦证实自己的发现。 虽然在英国专家的爆料之后,很快就有各国的航空专家出面澄清,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架路过的民航飞机罢了,但是外界依然对马航三七零是否追悔,在柬埔寨密林中十分关注。 据悉,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0航班,从该国首都吉隆坡起飞前往北京,然而起飞之后40分钟就失去了联络。 街上的12名成员和227名乘客,从此就音讯全无,而大部分乘客都是中国国籍,虽然事发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26国,联合进行了海上搜索,但是如同当海捞着没有任何收获,直到2015年7月份,非洲东海岸的流泥王岛发现了多块飞机残骸, 外界普遍认为MH-30最后是在该海域坠毁,然而即便如此,至今依然有包括失踪乘客家属在内,都很多人不愿相信悲剧发生,一直坚信这架飞机并未坠毁在深海,抱有一丝生还的希望。 因此这次中国专家的爆料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尤其在国内更是引人关注,很多网友都建议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调查,已确定马航370航班是否是在柬埔寨境内坠毁,如果能够确定的话,无疑也将了解一件一案,去最新消息,对于马航370航班的最新移动。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成立的长光卫星宣布,已经调动了10颗卫星前往东南亚上空进行侦查,拍摄英国方面的爆料区域,查看马航370航班是否在该地区坠毁。 航天专家表示,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的卫星,都有固定线路绕行地球,但是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的话,是可以进行变轨机动的。 因此此次中方出动10颗卫星前往该地区调查,无疑是非常大的手笔,虽然结果很可能让人失望,但这也说明了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卫星对地观测能力的大幅提升,这对于国际民生以及军事领域都有着巨大意义。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